玉里镇长蔡秋龙从2019年至2021年间 涉嫌定优职权强行向工程得标厂商借贷 并且侵占里长失误补助费 两年内取得无当利益高达2000多万元 遭到花莲地检署依贪污罪嫌提起公诉 而接下4个月的蔡秋龙在起诉后 法院8号凌晨以60万元裁定交保 花莲地检署侦办玉里镇长贪污案 7号侦查终结起诉被告16人 其中玉里镇长蔡秋龙从2019年到2021年间 涉嫌利用职权强行向工程得标厂商借贷 并且侵占里长事务补助费 两年内取得不正当利益高达2000多万元 遭花莲地检署依贪污罪嫌提起公诉 蔡青被告担任玉里镇长期间 在当地开设红毅建设公司 但因被告本身财务状况不佳 需要资金周转 因此利用以下三种方式获取不正利益 第一种方式被告于108年至110年间 以无息或低利息向标案厂商融资借款 收受不正利益 这部分包括了五家厂商六件标案 各家得标厂商为了使标案能够顺利施作 及通过验收 因此同意借款给被告 彼此间具有对价关系 第二种方式是侵占里长事务补助费 此部分是因为东风里里长于109年间过世 被告便指败其专属司机灵性被告 担任东风里里长 在共同将每个月4万5千元的里长事务补助费 侵占入籍 用来支付被告个人的开销 侵占公款共计46万8千元 第三种方式是被告未收受贿赂及不正利益 将预理政公所所能控制的小型工程案 大量的交由特定厂商施作 而且被告为了达成该目的 以加薪的名义 按月将3万元交给预理政公所小型工程案的承办人 承办人因此不做任何的审核 完全依照被告的指示 将小型工程交由特定厂商施作 突离该厂商 积压4个月的蔡秋龙在起诉之后 法院8号凌晨也以60万元彩定交保 对于蔡秋龙是否会申请复职 记者现场拨打电话却疑似关机没有接通 检方指出被告蔡秋龙、李俊逸、林昌庆等人 分别是镇长、建设客职员、建造人员等 本因各司其职共同为预理政发展进步而合作 却因为私人经营的建设公司周转布林 利用职权施压徒利 不仅有入其身份职位及证明所托 更严重破坏了公务人员连结形象 不仅对涉案16人以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 更具体向法院求储蔡秋龙有期徒刑15年 借徐利勤跨联市报道